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好有个嘉宾 我说你替我多说话 但他也不知道主持人的事 所以你又得说 但是一说出来啊 通过这个话筒录下来 这个声音呢 就变了 恐怖 所以后来我说 我说这播都能播吗 你这播出去怎么办呢 最后我就得跟人说 这只能是 你看有时候电视台就会到这样一个情况 你就打字幕吧 就交代这个情况 向人家观众这个道歉 然后你知道原来这在电视台是一个经常的情况 当天因为第二天还要录 当天夜里 他这个这个这个台长啊 就找一个医生 一个医生提这个小药箱就来了 我才知道 专门的 就会我还以为是给我致发烧的医生 他不是就是紧急处理你的这个声音 让你能够继续做下去 然后拿一个那个带钩的那个一个东西啊 就把你舌头伸出来 匆匆就往里打那个就消炎的 直接打到你的可能是声带上 然后又拿出一个针管 我说这是什么 他说这个我我先跟你讲清楚哈 他说我呢就是 所有的歌唱演员 包括你们主持人 他说我都经常找我 他说就是这种情况 你们你们必须得录节目 或者说歌唱 音乐会 观众买了票 怎么办呢 那么给你打激素 他说可是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讲给你打激素呢 不能打得多了 就是一年你不能打太多 打太多就会有 你知道非典之后 有些那个骨头都酥了 就是为了抢救打这个激素 骨脆了 就是所谓的打封闭 但你这个其实就是 所以你没看大夫嘛 你就发烧 发了一个礼拜都没看大夫 你那天打那个针 那个医生 我觉得有点听起来像那种恶毒的妓院老保 比如说妓女 底下妹妹说 贺人这么多 你怎么来月经啊 我赶快给他吃些药 让他停经一下 就这回事了 你不能这么说 你人心 人心人数 我们心念了 人家是人心人数 对 但这个 他是专门服务 做电视台的就跟开鸡院 不不不 他是专门服务 细细子的 你不要 你不要讲鸡院嘛 你就说他是女子运动员 来了立价了 但还要那天去比赛 所以搞一点 还是许老师比较文明 我一想就想到鸡院 你说的对啊 奥运会 对啊 人家到了那天决赛了 你怎么办 就得有手段了 你到那天不能来这个大姨妈呀 沾沾跳水的金牌 还是你二位高雅点 一想就想奥运会 那要拿金牌 他在脑子就想藏三堂子 对对对 可是我说这 你是前两天在广州露营吗 没有啊 不是在广州 在另一个城市 在另一个城市 反正刚录完嘛 前两天 不是广东又多发了两起H7N9吗 不就是你传染的吗 这个持续发烧一个礼拜 你还去上班 其实你们想过 你的问题很严重 斗文浩 是按说是 但是我就跟你说 我才离你远点 对 我们已经试过一次了 那年那个 非典 非典咱们仨 就在往这个杯子里 喷呐喷呐喷呐 结果后来是谁就感冒了 怎么着 忘了是谁 是我们三个是谁感冒 家药吧 不是 你在一个大学 做了讲座 然后就到这里 做枪枪三人行 然后做完了之后 我们那个时候 非典的时候都很紧张 对 我还上去 发现消息 对对 文道刚去过那个大学 已经是疫区了 我是的确 有一次 那回我有 搞不清楚 是非典还是什么 我非典之后 一两年 又有个猪流感 还是什么 我就染上了 我不是在家 待了两个星期 门都不能出吗 对 我试过一回 猪流感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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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记得 我们这段时间 就要提口号 珍惜生命 远离 什么什么 对对对 我通过这个 我就觉得 你们讲的也对 按说呢 我不知道外国是怎么样 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 你按说你要是病 你就休息 你不该上班 你就请假 可是这个世界上 有些工作 你比如说 我今天我录枪枪吧 他们要让我做个什么三分钟 我明天得录出一个月的来 这要过春节了 我已经这个样子了 你跟领导说吗 他才不管呢 你自己看着办吗 那你不录 我们就开天窗 这世界上 就是有这么一个 有一些行业 你不能病 或者说你病了 你这样没死 你这样没昏过去 你戳哪 你也得站在那 那你说要不怎么办 其实不是 这主要是因为 这些行业 通常强调 就是以人为主 比如说 所谓以人为本的意思 就是说 只有你才能做 所以你不能病 你病了 他就没人替 也没别的东西能补 但是实际上 应该有些备案 我觉得这些备案 比如说我做节目 那节目就我一个人做 现在 我要是病了 我果断的 就通常我就请假 但是你得先录好一些备份 或者是怎么样 以备不时之需 要不然的话 万一你病了 你要想你回来的代价 你碰到这种情况 你就贿赂足又廷 让又廷来主持 不就搞定了吗 来不及 来不及 而且你知道 我再给你 让又廷把坐顶子位置 但腿是往方上都放 毕竟这么还好看 最近有一个照片 就不是腿 是另一个部位 就跟着坐上 什么什么照片 算了算了 我们题外话不讲 不讲 这很好说 我跟你讲 你知道南非足球杯的波神 最近要结婚了吗 他当初就是手机夹在胸口 对不对 就很出名的 最近他们流传的一张照片 就是他同样这个地方 他累 他就搁桌上 就这样 那你说那个 我也见过 吉尼斯世界纪录 要为那个波神 就是大波 留下那个雕塑 你知道怎么弄那个雕塑 就是灌膜 就穿了一个衬衫 那女的 主持人一介绍 就出来了 出来了 一个吧台那样的高台 然后说来吧 把衬衫解开 棒 就是两个冬瓜 我就跟你说 这么两个冬瓜 因为胸部大的女人 都会有脊椎问题 对 这话题不是跑远了吗 骆驼键子里面还说 可以甩到背后去呢 对对对 我说回你病好了 身体原因 我不说我 著名的人民艺术家 陈道明老师 你知道吗 最近 他的一个话剧 对在上海演 叫什么忧伤 喜剧的忧伤 是补演 你知道他就这种情况 去年11月份的 我忘了 还是12月份的 那么一天 那当天晚上要演 然后他今天凌晨 发高烧 发高烧呢 最后是120急救车 打点滴都没用 就是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就希望医院 发明一种东西就快 你就管用 但是没有办法 稍退不下来 然后120急救车 把他拉到剧院 拉到剧院 他穿换好了衣服啊 就准备要演呢 那就站都站不稳 他都在那个编辑条 去准备往上演 后来呢 怕出危险 怕出事 后来结果这仁义的书记 和院长都赶回来 最后就出现了 很少见的 叫做 他们这个行李叫回戏 回戏就是大幕一拉开 这个领导啊 包括陈道明啊 什么都站在台上 再一次一次 给观众鞠躬 就就大家都买了票 这么冷的天都来了 但是他确实 那天好像还特别冷 说门口 大家排队还排很久 有些人特别外地 赶过来看戏 对 就高烧到这个程度 然后呢 就是你看那个照片 当时的照片 你看这陈道明 烧成这个样子 也是没有逼角的 是吧 就没有 他这个剧就两个演员 没有 你说你逼 这有些事情 就没有人能代替 你再看下边 他就给观众鞠躬 鞠躬的时候 都差点摔倒 幸亏这个观众 都都原谅 就说哎呀 别演了 别演了 然后这才表示说啊 我一定补演 对 就是给大家 要不就退票 要不退票 要不最近补演了 补演 他是肺炎嘛 当天晚上就送到医院了嘛 就是后来知道是肺炎 然后呢 补演的 每张观众发一个卡 卡上这个陈道明亲笔写的那个道歉 就是那个道歉卡 就是你看 所以我说这个演艺人员 他这个身体啊 有一个他迈不过去的坎 而那一天呢 其实还有那天他挺感人的 那天他说要道歉了 不演了 观众还在那鼓掌 是 谁给他打气 还安慰他 要说这人民艺术家 高风亮节 你看看你 对 你回来干什么 传染给我们 第十一半 这也不光是演艺界 我上次到人大上课 中间也发烧嘛 我要是在香港的话 我就肯定把课取消了 可是你在北京的话 他们通知了很多人 那有很多人是看他们消息去的 就是那那几百人 你临时取消的话 很上人家的心 对 所以我就硬撑嘛 结果就吃了很多药 乱吃药 什么头包啊 什么什么 结果当时是撑过去了 回到香港以后就 跨了 对 就连续生病 搞不清楚 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药乱吃 但是你没办法 有时候有时候 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你只能撑下去 不过他们说我的声音变得性感 感冒了以后 感冒了声音通常都很性感 轻点我跟你说 像Michael Barton 轻点的时候是变得性感 这次我体会到了 我还第一次经历 就是在重点的时候 失声 失去声音 发不出声音来 是 就是这样 其实 但其实现在如果真的说 有病要上班或者什么 还可以戴口罩 对不对 主持人也戴口罩 我觉得也 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坦白讲 就你一两极的 因为 你知不知道 以前香港是不流行 感冒戴口罩的 就是从非典那一年开始 就非典那时候 不是都叫大家戴口罩吗 一开始呢 大家戴口罩 那个观念 是为了自保 是不是 怕人家传染自己 但是后来呢 慢慢大家就知道 其实口罩 它主要的功能 对 是防止传染飞沫给别人 传染别人 那么这个习惯呢 本来我们中国人很少 日本人就有 日本人一感冒 还要上班 日本人也是工作狂嘛 就都戴上口罩 就都小 然后人家对他 也稍微有点防范 那现在我发现香港这几天也变了 香港现在越来越多医生 一些的医院机构什么 就鼓吹一个东西 就是说戴口罩是种礼貌 就如果你今天病了 感冒了 你应该戴口罩是保护的 由于雾霾的原因 现在口罩行业是非常利润非常高 这个上市非常厉害 但是我去台北 我的感触就是说 还是缺乏创意 我们的口罩啊 基本上还是像口罩 那你去台北看看 那些开摩托车的 那都是艺术啊 那各种各样的艺术 上面有政治的宣传 有口号 有艺术品 有什么样的 为什么不在这方面 去动动脑筋呢 我想很快就有了 你要是PM2.5的话 口罩根本没用 他那些研究PM2.5的科学家 没一个戴口罩的 说完全你根本完全口罩 口罩如果能防PM2.5 您就憋死了 你就是他那个密度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徐老师刚才讲的 你看你急了 你吃这个头包什么 我现在发现中国的药店啊 炎了 就是你晚上啊 你想买这个消炎药 急死你啊 他都24小时药店 还是怎么着 他不卖给你 过去是真都买 要要处方 对 因为现在要求严格了 现在都不准 我在北京也买不到 但是因为我马上又飞到长沙去了 他们湖南卫视的人就帮我拿来 我就 其实这个药吃虫了 其实是不好的 就是 疾病乱投医 死不卖给你 但是你知道这个国际上的这种规定啊 他们也需要考虑中国国情 就是外国人 你看这个外国这个西医啊 你就是这样 你去看嘛 你去看他就熬着 发烧嘛 他都不管你了 就喝水 或者说什么 消炎药 你要跟香港医生说 我就咳嗽 或者能不能开消炎药 香港医生 说我不会给你消炎药的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啊 就是消炎药 完全不会可以给你 可是你知道 中国人就是这个 一方面他们有人讲 说这到底是不是科学 一方面中国人体质 跟外国人不一样 老外就 就好像熬得住 你吃牛肉的 对吧 中国人他就是过不去啊 你中国人最后 你发现没有发烧感冒 总是说什么药都不吃 最后 最后你总是什么药都吃 你就是过不去 你不舒服啊 我觉得你一药 我们体质不好 对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你不能说不吃消炎药 不打点滴 都不能弄 那那这个人就每天这样 他的理据是为了消炎药吃太多 以后将来就抗药性 对 以后真的到重要的时候 你就没法用 是的 其实感冒 抗生素是不能乱用 就是抗生素 其实真的危害啊 西方人才怕感冒 他们感冒的死亡率远远高过 最近美国就死了好几十个人 对 就是不是什么什么禽流感啊 就是普通的流感啊 就死了几十个人 本来感冒死的人就很多 中国人反而比较少 中国人现在怕的是张晓东这种 你知道吧 上海 上海浦东医院的一个医生 已经去世了 对 就是去世 因为他这个去世 是大家很害怕 而且是7N9吗 对啊 对啊 因为他这个大家很害怕 就是因为现在 现在大家最怕的就是 这个东西会不会人传人 是 就是说如果你是从动物身上 你是从鸡鸭船来的话 那这个还可以控制 中国现在几个几个案例 福建有几个 哪里有几个 什么山东有几个什么之类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人 香港现在报道说 不能排除有限度的人传人 有限度的人传 所以上海这个浦东医院 这个这个 你说还有一个理据是什么 我现在觉得 人类这个医学 这个进步真有限 跟人类对宇宙的了解 也差不多了 原来这医生才跟我说 为什么不让你吃消炎药 说因为你这个是病毒性吧 病毒性的 现在理论上就没有 能够克病毒的消炎药 消炎药是杀菌的 细菌的 我说原来你们人类发展这么半天 连个这个病毒你们的药都没发明出来呢 你说 不过其实很多种药 之所以不能够随便在药房拿 除了说是有抗生素之外 还有一些药是由它长期下去 会对人有很大的负责 比如说肋骨醇这类的东西 是激素吗 对激素 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呢 走这一步 其实是科学的 是科学 但是问题是中国有个很 很不幸的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香港也好 西方其他国家这么严格的管控药房 卖药的地方 它的前提是说 你要开这种药 或许你说不定 你真的你现在病情是需要这种药 但是这个得让医生判断 那么前提就是你得先去医院 让医生来判断 或者拿一个医生开的方 或者怎么样 那么这里又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你很容易去看医生 那中国的情况是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24小时药房买药 先去看医生太难了 对中国人来讲 去药房变成了一个 变成一个代替医院的一个选择 就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讲 去医院看大夫太困难了 很多老百姓都觉得病要自己治 是啊 他没办法 你知道我说我要说这个 上次我们去一个部队的 到部队去 人军队里一个干部 那家伙那叫男子汉 好奇 去的一路上他就在发高烧 不行了 但是到了那儿非要陪我们喝酒啊 说你不行了怎么办 他路上就打电话 让那个军医拿过来 那个小柴湖那个 到了酒馆 什么叫小柴湖 小柴湖就是退烧的那种 一个打点滴的 然后叮咛咛咛咛 一个军医跑过来 拿着那个小柴湖的 那个书页的架子 说上上了上哪儿去 上厕所去 咔咔咔咔给他打下 弄了一会儿 就给他打点滴 把烧退下来 然后来干 好 架湖喝酒 我觉得没有打点滴的普及率 远远高过别的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原来以为啊 这个人到中年以后啊 就我也认为会衰退 但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反应越来越慢 健忘啊 脑子不行了 可能会影响工作 但是我现在发现啊 我脑子依然好使 甚至脑子还更好使 可是受什么限制啊 身体的限制 一次次工作 脑子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吗 一次次工作没做好啊 都是身体 就是你这个身体开始限制你 你跟年轻人的时候啊 不一样了 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了 心有余力不足了 身体开始限制你了 有的时候你看 你现在恢复 你就比二十几岁的时候恢复要差很多 慢得多 二十几岁的时候 真的是打个点滴 一晚上帮甚至撒钟头 你就好了 现在你就是 我也是这样 是吧 我现在也是 开始不能太熬了 感冒的时候呢 你像发烧的时候呢 鼓励自己的方法就是说 会过去的 总会会过去的 你看你现在不舒服吧 你总相信过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会过去 当你想到有些病是再不会过去了 你的余生啊 这个病一直等着你 会不会更加有点绝望 在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就看数据 我就会鼓励自己 原来中国每年啊 一百八十万人生癌 死于癌的是一百四十万 平均每三秒钟就有一点三个人在癌症上死亡 你想想你多么幸福啊 为什么 这么多人就这么死掉了 你看你 这不是你啊 你没挤进在这个行列 你完全有可能挤进在这个行列里 就把你的幸福感建立在他人的不幸身上 那又不怎么办呢 又不怎么办呢 一将功成万古哭啊 又不怎么办 因为你看就是这三个阶段 一种病就是说 你现在很苦 但是总过几天会好的 但是你要想到有些病你是不会好的 比方说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再不会好了 对不对 别说二位的心脏病 心脏塌的还好啦 像我们 几个指甲啊 还有还有很多身上有很多其他东西 lifetime 告诉你 吃这个药就是lifetime 你仔细想想 你是很绝望的 lifetime什么 生命一生啊 活着的生亚一日 你的余生啊 你的余生啊 不管什么副作用什么你都要 这个时候你不是看看统计数据 想想中国那么多我们美好的同胞 他们无缘无故的 对不对啊 你看没有别人的不幸 他就活不下去 怎么办 人的幸福是必定建立在他人的重床上 人从来都在病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人 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 从小就算你以为自己很健康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些病 都有一些病变 只是太微末你看不到 或者有些细菌感染 所以一直以来研究医学史的人 其实就很关键的问题去研究 到底什么叫病 病不是那么好定 你不是说凿凉了 凿凉叫不叫病 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 那叫不叫病呢 没事 by bwd6 by bwd6 by bwd6